在1月1日,將近凌晨4分,在天水圍,香港的黑衣暴徒拉人鏈,企圖在跨年之際,再度擾亂香港的社會安寧 一個路過的熱心,南街坊見撞不禁出言相勸,希望暴徒不要再生事,但被暴徒辱罵,雙方發生口角 一個黑衣暴徒首先動手打南街坊,那個男人反抗 那些暴徒叫大家開傘,很多人拿著警告牌、水、車、傘之類的風氧移上 之後就不停地粗言餵雨,大家也知道 南街坊說不定被暴徒嘔打,頭破血流,非常惡劣,竟然有暴徒說要把他推下樓 好,黑衣暴徒稍微退後,南街坊負傷排來伊蘭傳息 仍然他向黑衣暴徒低頭屈服,並且大聲斥責暴徒搞亂香港 黑衣暴徒老羞情怒,想第二次再施責,但被聽到聲音的香港市民阻止 隨後,南街坊被人猜負,沿著丁橋,落樓梯走去 事件先告一段落 香港的暴徒活動已經持續好一月了,近幾個月來 暴徒喪心病狂,而且無視法紀,肆意破壞 香港北區清潔公羅伯被暴徒用磚頭打死 馬安山李伯,慘被暴徒點火 愛國男周曉東在銅鑼灣被暴徒圍毆 那個青象男的廖先生被暴徒用鐵的井蓋重擊頭部受傷 暴徒亂行私刑,一宗一宗的血案令人憤慨 之前就有無數受害的事主或家屬公開發聲質問 只要不順眼就打人香港市民,還有自由嗎? 對於暴徒的所謂私了,是想香港市民禁聲 香港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 所謂私了,說明就是濫用私刑 控方會按照私暴者的意圖和受害人的傷勢 嚴重程度提出檢控 如果傷勢較輕,屬普通的襲擊罪 最高刑罰就是判監一連 若果曾經使用武器或者導致對方流血的話 可以控告襲擊造成身體傷害,最高刑罰就是三連 更嚴重的就是控告傷人罪,最高刑罰就是終身監禁 香港警方亦多次強調暴徒以為情報不需要負責任何後果 這是熱上天海的 暴力最終都會被截止 香港警方一定有不惜一切代價 將破壞香港秩序、社會穩定和傷害香港市民的暴徒成之於法 大家知道 任何這些犯法行為 就算警方即時無法緝補暴徒歸案 但這個不等於你就可以逃之溜溜 因為警方有機會 再有新線索或者有其他證據 是可以重新起動調查 將這些涉事的暴徒成之於法 所以請記住 今天未曾捉到你 不等於你可以永遠逃走 在下面我就給大家看看這個視頻 看到視頻是非常傷心的 對呀 為什麼要做到的? 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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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is 有了!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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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逼的! 你笑的! 喂! 說啦!說啦!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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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